大家好,近来新马两地的羽球界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象 新加坡的运动员屡次在世界舞台获得了更好的表现 而马来西亚优良的运动员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出逃,自立门户 今天就让我们来比较新马两地羽球高手洛建佑和李子佳 看看他们截然不同的际遇 首先让我们聚焦马来西亚顶尖运动员李子佳 23岁的他已经在2022年1月19日发声明且证实离开了马来西亚国家羽球队 这无疑是对马来西亚羽球界抛下了一颗震撼弹 细细思考李子佳出逃的原因 除了外界盛传他因400万令吉的赞助费而离开了国家队 而他本人却已经否认了这一点 此外最让大家热议的原因就是因为马来西亚国家羽球队 球员过低的薪资待遇 就拿目前世界排名第7的李子佳而言 虽在国家羽种心经质列表中显示为1万令吉 但他个人在1月14日却向外界声称 至今每个月所得仅为8000令吉 而这个数字是否为扣除供基金和个人所得税所得 则不得而止了 但维基百科和福布斯的预估却显示 李子佳2022年的预求员近值为1至500万美金 但1月21日最新消息却显示 大马鱼种为捍卫尊严已经下令李子佳竞赛两年 这对极具潜力的预动员而言无疑是一击当头榜贺 也让他的收入和事业规划彻底跌至鼓励 而另外一个很好的低性例子是 大马鱼球新崛起的年轻勇将黄志佑 目前世界排名也升至第60位 他的薪水也仅从最低的2500令吉升至3000令吉而已 但换位思考 大马鱼球队一直为栽培世界一流鱼球员鞠躬尽瘁 而成功出位的球员也应当把目光锁定比赛奖金和赞助金 作为他们个人收入的主要来源 但根据李子佳所给出的理由 他并非针对待遇这回事 而是为了争取更加的个人表现而选择脱离国家队的训练 消息是指李子佳会像近来有出色表现的洛建佑一般 到迪拜参加安塞隆安排的训练营 说到这儿我们不得不提洛建佑的机遇 他的成绩过往一直互为互火 今年东京奥运会后应安塞隆的邀请 参加了安塞隆设在迪拜的训练营 此后曾经突飞猛进 在2021年底的羽毛球市井赛上 一名惊人一路过关斩将 淘汰了包括安塞隆斯里坦克等国际羽毛球好手 最终躲得哪单冠军 安塞隆声明他只资助陪连球员部分的费用 而传闻中李子佳的400万赞助 是否支持他到迪拜训练 则无法获得证实 好现在让我们再关注迪拜训练营 安塞隆第一期训练营的球员 有新加坡的洛建佑 印度的拉克什亚森 加拿大的杨筛 英国的托尼潘尼 瑞典的布雷斯特等球员 而接下来第二期的训练营 除了一期的所有球员外 还会加入丹麦球员和许多好手 虽说无人能证实这个训练营是万灵药 但能和高水平的球员训练 从传统的理念来说 肯定对球员有帮助 好说到这儿 是否有观众会认为 马来西亚国家羽球队 应当像新加坡一般 给予球员一定的自由 让球员能够从国外和国内训练中 双双吸取经验 丰富球技呢 请踊跃在留言栏发表您的意见 请踊跃在留言栏发表您的意见 好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 出生于马来西亚的洛建佑 他童年时期 就和现在的马来西亚 第一单打离子家多次交手 并在12岁时 获得马来西亚全国冠军 13岁前往新加坡体育学院 18岁获得新加坡公民权 24岁夺得市井赛冠军 尽管他的世界排名 从第22名飙升至第14名 他的社交媒体 Instagram的追随者 也从上个月的11万飙涨 至超过17万 但到目前为止 24岁的洛建佑并没有因为获得 这枚羽球市井赛新加坡历史首枚金牌而获得 政府颁发的任何奖金 但不管如何 还是有5名新加坡商人为洛建佑筹获了5万新元的奖励金 此外新加坡100多名自愿宣写者也为洛建佑筹了7万2千元的奖金 所以他一共获得了12万2千元民间自发性为他所筹集的奖励金 所以为了激发运动员能充分发挥首能 马来西亚民间应当自发性的给予运动员们更多的奖励 自此新加坡宇总已积极开始为洛建佑寻找更多的赞助商 为继续争取更加的成绩铺路 而新加坡宇球员的薪资待遇尚未对外公开 但根据维基百科和福布斯的预估 洛建佑的羽球员净值为150万美金 针对两名皆出生于马来西亚潜力无限 表现旗鼓相当的国际级羽球员 如今却面对截然不同的命运 大家是否为李子佳的不幸遭遇而感到无比心痛呢 请在留言栏表达您的意见 好 针对洛建佑的表现 大马退休名将王有福 呼吁大马当局进行检讨 并认为即便洛建佑目前仍身在马来西亚 也未必能够夺冠 这是因为马来西亚在管理上出了问题 而且大马人才流失严重 新加坡队的羽球员 不只是洛建佑是大马出生 至少还有十多个新加坡国手 都是来自大马 而且从过往的市井赛的成绩看来 马来西亚自由人身份的球员的表现 都好过国家队 网友福还提到马来西亚羽种出现了 用外行人管内行人的现象 这令大马羽球领域预阵乏力 好 最后让我们来回顾洛建佑崛起之路 就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后 原来默默无闻的洛建佑开始崛起 并在8月加入丹麦奥运会金牌得主 安塞隆在迪拜的训练营 成为安塞隆的陪练球员 此后洛建佑的表现直线上升 先后打败了大马一哥李子佳 日本前世界一哥桃田咸豆等世界名将 在印尼超级1000赛拿下亚军 更在德国海洛超级500赛夺冠 前途备受看好 好了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 我们下回见 谢谢